据美联社报道 在阿拉伯国家联盟年度峰会即将在沙特举行前夕 阿拉伯国家外长5月17日对叙利亚重返阿盟表示欢迎 并呼吁饱受冲突困扰的苏丹实现停火 报道称 今年的阿盟峰会将于19日在沙特基达开幕 此次峰会将标志着饱受战争摧残的叙利亚 在阿盟成员国资格终止12年后 被该组织重新接纳 据报道 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17日说 中东地区正处于十字路口 面临一系列挑战 他呼吁阿拉伯国家开展合作 以实现安全稳定和经济繁荣 报道称 与阿盟秘书长盖特和阿尔及利亚外长艾哈迈德阿塔夫一样 费萨尔也对叙利亚重返阿盟表示欢迎 报道指出 叙利亚方面继续呼吁外界对这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进行投资 并以采取行动恢复与沙特约旦 埃及和伊拉克的关系 在这种背景下 叙利亚外长梅克达德本周在沙特与多国外长举行了双边会谈 梅克达德在上述会谈后对记者说 他希望阿拉伯国家政府在叙利亚重建和难民回归方面提供帮助 报道提到 叙利亚重返阿盟怀抱的背景是 大马士革也在试图修复与土耳其的关系 土耳其是叙利亚西北部武装反对派组织的关键支持者 另据法新社报道 叙利亚外长5月17日称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将亲自出席阿盟峰会 这是13年来巴沙尔首次出席阿盟峰会 标志着十多年后该地区再次融合 报道称 本次峰会的东道主沙特支持巴沙尔重返阿盟这个泛阿拉伯组织 尽管还有其他领导人反对 沙特仍然邀请这位叙利亚领导人出席峰会 自叙利亚在2011年爆发内战以来 叙利亚政府在中东地区被孤立了很多年 分析是说 巴沙尔获邀出席阿盟峰会 也展示了沙特的影响力 沙特标榜自己是和平的缔造者 并在中东地区的多场危机中坚持自己的主张 在17日的预备信会议结束后 叙利亚外长梅克达德告诉记者 巴沙尔将亲自出席19日在吉达举行的峰会 报道提到 美国方面表示 他认为叙利亚不配被阿盟重新接纳 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韦丹特帕特尔对记者说 我们不会同巴沙尔政权恢复关系 我们肯定也不支持其他国家这么做 我们肯定也不支持其他国家里面 我们肯定也不支持其他国家里面